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楊曉禮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同get lucky 今天呢 我們要繼續上個禮拜的話題 也是大家非常非常關心 也很有興趣的 占星生理學part 2 那今天呢 我們的好夥伴七星王子呢 因為他不在台北 所以我跟他用個視訊的方式來溝通 哈囉王子 是 大家好 哈囉 我志欣王子 大家要是 就是想要看王子今天有多可愛的話 可以上YouTube頻道 他今天呢 他背景在一個太空艙 而且他本人今天長得超像一隻可愛的麥克風呢 是 對 真的 真的 其實我上個禮拜有聽節目啊 這個占星生理學啊 就是每一個星座會掌管生理系統的 某一個特定的區域嘛 對不對 那上次我們講到什麼 可能是白羊座都是偏什麼眼睛大腦啊 什麼金牛子 肩膀嘛 然後一直到就是 我天蠍座本人就是生殖器官啊 膀胱啊 對 因為他是用一個宇宙巨人的概念來思考的 就是從 一個從頭 白羊座開始循環到腳 到雙魚座的那個這個腳的概念 所以他每一個星座都有分配的部位 然後就以前研究的時候就發現說 這一個時間生的人 他在這些部位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並不是絕對都是這樣 有些時候還會因為 形星當中的火星 所帶來的急性疾病的情況 還有土星帶來長期疾病的情況 還有月亮跟心理因素 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那還會跟這些事情有關係 所以不是說 今天你看到一個天蠍座的人 就覺得說 啊 老天啊 你是天蠍的 你小心你的泌尿系統 對 對 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太壟斷了 而且太籠統了 而且也形成了一種 太過於明顯的刻板印象 這樣其實不好了 是 因為其實王子 我覺得在還沒有天蠍座 聽到這支節目之前 我不知道有沾心生理學 但是我就是有聽說過 比如說 雙魚座的人腳就比較弱啊 然後因為我上身在雙魚嘛 然後我腳腳就常磨破 我就一直想說 塔燕就是因為上身雙魚 所以我穿鞋子 那麼容易磨破腳 有關係嗎 有關係 因為上身星座 也會跟我們平常生活的 習慣有關係 那他因為 因為從上身星座 會定出我們跟環境相關的 12個宮位 那這個環境呢 也是我們身體的部位的意思 那譬如說 雙魚座來看的話呢 他的可能 比如說第12宮 可能比較有比較多的行星存在 或者說 也因為他談到了你生活當中 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些 細節上的問題 比如上次雙魚座的人 假設說他們在生活當中 很多時候 他們很容易忽略的一些 可能環境當中 對他們而言產生的一些影響 假設譬如說 黴菌的影響 可能忽略掉了 那他們可能就會 容易在這方面 皮膚 容易產生一些 跟黴菌產生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皮膚也特別的薄 就很容易破 原來 所以其實他不是絕對 但他是一個參考 而且他也是有一個 學術理論的東西 對可以參考的 OK 那因為上個禮拜節目 我們又聊了很多 12星座 可能比較會特有的一些疾病 那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上禮拜沒講到的 12星座的能量這件事情是什麼呀 好 能量是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星座 它都有一些影響 因為事實上這些東西 還有很多的狀況 因為我們要了解 能量呢 再去像Energy一樣 這種能量 如果它如果 不管是色面的 或是負面的 那它都可能會造成 身體的一些 有機體 我們身體的一些危險 那也因為能量 如果放在不對的地方 或是把不對的能量 放在不該放的地方 那譬如說放在心裡 我們把一些不對的能量 放在心裡 就會變成自私 那放在道德上面 就會變成罪惡嘛 那放在生理 就會造成疾病 那我們要這樣想 因為 因為要後來的 身心靈 譬如到了西方 最近非常流行 可能在20世紀末 然後到20世紀初 21世紀初 有很多的人 尤其心理學家 都在研究一些 可能跟東方有關的 因為我們東方人 就會覺得 身體有很多的能量 對 然後這些能量要怎麼弄 比如說我們 我們談到 氣功的氣 那氣就是一種能量 那我們這個能量 要怎麼樣運用 然後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甚至於像行李大戰都還有 原力與你同在 那個原力就是一個能量 那你要把什麼東西放在什麼樣的 對的地方 那這個後來在西方研究的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東方有關於氣 有關於陰陽 那這些東西 對這能量的影響 對我們身體產生了一些 很多的能量的運用也好 甚至於可能對抗疾病也好 他們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於是開始做一些研究 那於是我們就開始發現說 如果我們需要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能量的好或者是壞 如果今天是一個好的能量 我們放在心裡面 我們人會健康 我們心裡我們就不會自私 我們就是大方的 我們就是很願意幫助別人的 可是我們放在道德上 就是一個 我是一個非常有道德的人 我就會維護道德的正義 那我就會想把這個 這個道德事情做好 當然我們講這個道德 不是道德魔人 硬要去修正別人 自己其實也犯的錯這樣子的 但是如果我們講過 不好能量你放在你的身體上 放在心理上 放在道德上 都可能會產生一些 對自己或對這個環境的一些危害 所以我們在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每一個星座 但是我們也是要提到 這個能量我們談到的星座 不完全是指太陽星座 那它有點像是這個星座的統稱 就是說有點像說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個基本特質 那因為行星的進駐 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假設比如說 太陽是我們外在形象 給別人看到的樣子 然後月亮是我們的 內在心理的感受 那水星是我們說話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的能量放錯地方 我的說話就變成 我講話就很雅尖嘴利 會特別 平常看起來是很溫和 溫和的不得了 那可是一旦碰到一些 情緒上的能量的錯誤的狀況 使他的情緒不對勁的時候 在說話的時候 可能就會說的比較難聽 說的比較不好 不對勁 那這是語言說話 那如果放在感情上就是精心 那如果放在生活的行動上 可能會跟火星有關 那如果放在 比如說大環境的哲學觀 比如說我們生活的哲學觀 跟我們的這個道德 知識道德 就會跟木星有關 那如果我們放在 我們自己的社會地位 然後放在我們自己職場上的表現 那可能會跟土星有關係 那所以每一個行星進駐 它都會帶來不同的影響力 那所以它不完全是 就是說今天 彈到太陽星座 就是這樣這個狀態 那你是在哪一個事件 跟你遇到了事情上面 所以其實以王者來講的話 就是能量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能量 只要是過度的能量 可能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我們先來從 從白羊座開始講好了 我們白羊座有什麼能量的 特殊的地方 好 白羊座的問題是 情緒爆發之後呢 會產生過多能量 那這個情緒爆發有兩種概念 我們剛剛講過正能量跟負能量 那正能量就是 我很開心我很嗨 那我非常開心 我的能量就爆發非常多的能量 我就 於是這個能量一直要用 所以很多白羊座的人 如果我們講太陽星座的 外在表現來看的話 就是它因為爆發了這個能量之後呢 它覺得很High很正面的話 它就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它覺得很開心 可是別人覺得 我受不了了 因為你的能量就像一個 就像一個電池一樣 然後你一直 怎麼用不完啊 壓迫感好重啊 你可不可以停下來 你盡量電池啊 的那種感覺 對 那就它可能會停不下來 因為它能量一下釋放太多之後 它會停不下來 那就會破壞它本身系統的平衡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好的 不講壞的 壞的一樣嘛 不是講系統平衡 因為你的身體系統 本來就有一個平衡作用 就像我們 我們東方談到陰陽的協調一樣 那我過度的陽剛之後 陰柔的部分補充不了 那我沒辦法去回到陰柔的地方 去做能量的補充 甚至於是休息之後 生養之後 再循環回來產生正面能量嘛 那一直把能量釋放出來之後 你就會變成說 你沒有辦法讓自己 也就你一下子 能量釋放完了 你就可能就 哇 就耗盡了啦 可能就是淚灘了對不對 可能睡它個三天三夜吧 對 類似這樣 那這個是白羊座 那火星在白羊座 也會有類似的情形 那如果今天是月亮在白羊座 也是這樣 一時興起到了 他就很開心 就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當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打斷它 就像潑的能水一樣 那就可能會使他心裡的 這個能量釋放不完整 那你也可能會造成內心當中 這個因為阻礙的問題 然後這種 這種傷害 就會讓他覺得說 我是不是哪裡做的不對 他反而會變成一個 負面能量的問題 那這個的評估 會有很多意義 所以我們目前只講到 譬如說 白羊座 不講太陽 就是白羊座 如果以太陽座 太陽星座來說 呈現在外的樣貌 它這是能量釋放的問題 我們這樣解釋 那你會放在各種不同的行星上 去思考 OK 就是白羊座總體來講 就能量有可能 有可能就太高漲 砰一下子就爆發出去 然後最後就可能 微微後繼無力 睡它個三天三夜 好 那接下來金牛呢 感覺有一點點 呃 悶燒 又有一點壓抑的星座 對 呃 其實金牛座在 能量的表現上來看 他們喜歡 沉思 就像剛剛小柔講到 他們其實 其實小李講到 小李講到說 就是說 他們是比較悶悶的 比如說他們喜歡沉思 平常都不懂得說話 想事情想很久 但是這個思考 也可能會成為一種執著 執著在某些事情上 因為要沉思嘛 那他要沉思 這個沉思也可能會 因為他想透一件事情 於是他就變成 變成一種執著的狀況之外 還有一個是因為金牛座 談到的是 呃 生理的感受 嗯 那身體的 身體的感受 身體的感受 這個東西 也還談到我生活 想要得到的滿足感 那因此這個部分 就會變 轉變成 譬如說喜好奢華的感覺 那因為我們我們以前古獸 聽到古獸人講 古人講說 有減入奢易 有奢入減難嘛 那所以當他 享受到美好的事物之後呢 這種心裡面想要感覺到 繼續滿足的 這個感受 就會一直不讓他堆疊 那因為金牛座是累積型的人 他會累積很多的能量 然後再做一次釋放 那這次釋放可能就很可怕 那所以他可能 壓抑很久 突然間要去吃個大餐 就吃了很多 那可能把自己噎到啦 倒影暴食的類型 對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也講到 他的 因為我們累積的狀況 那他不像白羊座 白羊座是 突然間很High 它就爆發出來了 可是 可是太陽不是 金牛座不是 金牛座是 不斷的累積很多很多的壓力 之後突然間釋放出來 所以他的那個火爆 迅速釋放的那個脾氣 會造成身體很多的能量 的損害 他就是一顆未爆彈 一直在未爆未爆 然後忽然間爆的時候 自己就是控制不了的感覺 沒錯 就像這樣 譬如說 這個地雷踩了好幾次都沒有 都沒問題 因為他的雷很深嘛 那突然你有一個人 就踩到最後這個雷 這個開關壞掉了 結果那個人也不小心 只是心裡碰他一下 就爆炸了 所以有些時候很多 我們碰到跟金牛座 人在一起相處的時候 如果以太陽在金牛座 來作為例子的話 那他們就有很多事情 是看起來他不在意 所以我們就覺得 好像他反正不在意 我們繼續這麼做吧 可是事實上 他不在意不是說 他真的不在意 而是他可以忍受 可是有一下 如果突然間那根稻草掉 他忍受不了了 他就可能 就爆發出來了 我懂 就是如果你遇到一個 金牛座的同學 然後以前 其實小男生會喜歡 就是 塞狼那個女學生嘛 你就一直拉 淚一肩 一直拉 然後他就一直忍 有一天你拉的時候 他就回 就給你一巴掌那一種 對 我以前認識一個女生 他講到他小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哥哥 一直一直作弄他 突然間受不了 那是他小學二年 一二年級吧 他很生氣 在教室裡頭就把椅子 往黑板砸 真的 這就是金牛 教室的最後面 往黑板砸砸過去 好可怕 然後那個椅子就 直接掉到黑板上 然後椅子就壞了 你想說一個小女生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教室的最後 對 他已經 已經把他惹得很薄了 一同結Lucky 今天的佳心生理學Part2 邀請到星星王子 跟我們聊十二星座的能量 王子 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 壓力鍋金牛座嘛對不對 對 嗯 那接下來呢 因為童文姐今天請教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講一下 雙子座的壞話 好 好 哈哈哈 其實雙子座的問題就是 有些時候他們的能量是 一旦開始運作的時候 他會停不下來 哦 他會一直運作 一直運作 一直運作 那這個能量就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講到 我們現在講的能量沒有這個覆概念 可是一旦進到正覆概念 就是有一個好能量 跟負能量之後 他也可能會不斷地停不下來 比如說他當他有負面想法出現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負面循環當中打轉 哦 死胡同的感覺嗎 一直繞圈圈 就是有點在自己在那邊鑽牛角結 然後進入一個死胡同的那種感覺 呃 這個感覺沒錯 嗯 他類似金牛座的那種鑽牛角結的概念 對 可是金牛座的那種鑽牛角結的概念是 我一定可以鑽過去 他們有一個執著在一個 一個精神正面的執著上面 比如說我覺得 比如經常說有一個執著點是說 這個事情是我一定要達到的 他就專注在那個 內地的事情上面去專注嘛 那可是 金牛 這創作不是 創作是 這個事情不行 那那個事情可不可以 那那個事情 那個事情不行 那這個事情可不可以 所以他就很多的點在那邊執著 跳來跳去就來跳去的感覺 對 就會變成說如果接金牛座的話 我鑽 我用電鑽鑽一個洞 我直出在那個點就鑽一個洞 我就鑽好一個洞就沒事嘛對不對 可是 創作之後就變成說 我這個點 萬一鑽不好 那我那個點怎麼辦 他的洞會鑽的很大 天啊 欸好準喔 不是說童文姐啦 我沒有跟他熟成這樣子 但是 我爸我媽都是雙子做的 然後他們真的就是會A點鑽不好 然後B點就先跑出來 B點出來之後也還沒出跳 C點又想到後面 就會把自己搞得很急躁這樣子 對 那一旦這樣負面人家出現的時候 使他 像小柳 小李所提到 對不起小柳我講錯 小李所提到這種 小柳到底是誰 因為 因為我覺得你好 好溫柔 對不起 不是 以前都很溫柔 好 小李所談到這個事情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的點在執著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因為這樣的關係 悲觀了 這個跟我平常所碰到的不一樣啊 這個事情怎麼會 怎麼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講到同文姐的問題是 他們最近要解決他小孩的狀況 他們家那個 阿呱呱 然後問題就很多 他就會覺得很悲觀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他就會在很多地方同時 執著在那些事情上面 可是 回頭 也就是說他的焦距啊 拉得太散了 是 如果我們把 focus回來 往後退一下 focus回來 其實會發現說 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耶 所以很多雙方做人就是 執著在一個 他們的看到 現在看到的問題上面的時候 他反而沒有往後退 往後退發現說 從後到後就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解決掉就好了啊 結果他們就把這個狀況 抓回來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這也是 雙手座有些時候 因為想的太多 還有太快了 就是我們 就是剛剛 譬如小迪提到過 你的爸媽雙手座 可能A點想 沒想想 覺得這個B點好像也要突破 C點好像也要突破 結果他好幾個東西 一塊在思考的時候 他反而沒有辦法 針對要去解決問題解決 所以說雙手座的人 就很容易會 A一下B一下C一下 然後會把身邊的人的一些能量 或思緒稍微搞得急躁 跟稍微混亂一點點對不對 對 這個就會造成神經系統的問題了 因為雙手座本身 他們的神經系統 就脈絡 神經系統 本來就比較敏感 因為他只會在太多點上面之後 就會造成神經很緊張 每天保持在很緊繃的狀態 這個時候對他的身體 對他的身體會很多傷力過度強大之後 會突然間產生一些精神 神經系統方面的一些疾病 也會因為這個 就是因為能量所造成的一些影響 所以本身在神經系統造成的那種 突然間可能會有 發現我怎麼開始手麻腳麻 或者哪裡覺得這個 這個姿態上面覺得哪裡不順暢 有些時候跟神經系統脈絡 因為你過度 緊張使用的時候 產生造成 造成這個影響有關係 所以雙子座人要調整的 應該就是他不要一下子 把焦距弄得那麼散 然後不要讓 讓煩惱開支散業的 撒下來對不對 是 沒錯 OK 好 那接下來的巨蟹呢 巨蟹座有什麼能量 會過於過度使用 其實巨蟹座最大的問題 才是情緒的能量 而且這個情緒能量 不一定 可能我們講到百分之后 可能正面能量 是不是會高過負面能量 可是巨蟹座的能量 是負面能量 會高過正面能量 所以他常常會有能量的問題以外 就是說因為 他們對 尤其在 譬如說在職場上面 如果以太陽在巨蟹座來說 職場上面的表現 你要先談到一個 巨蟹座本身有一個 所謂的生命的 生活的本能 那本能這個事情就是 我要活下來 那我要活下來 他得要想辦法 幹掉敵人嘛 然後逃避敵人嘛 這是我們以前 你要想說生物的本能 本來就是我們要逃避 天敵的傷害 或是別人對我們的威脅 還有我們 我們得要找到食物 那你要從巨蟹座 這個所謂的對於生命的 生活的本能來思考他 你會發現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生物的本能而已 所以當他對別人 譬如說他對別人不信任 或對別人產生敵意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害怕 這些人會傷害他 或者是剝奪他生活的空間 是 因此呢 他就會每天 對其他人產生敵意 害怕別人傷害他 情感上也是啊 可能 看到別人 你的另外一半 跟別人 跟另外一個異性講一句話 你都覺得那個人是有問題的 他一定是小三 他一定對我的老公有興趣 怎麼辦 對 他就會想這麼多 然後你想這麼多之後呢 每天就給自己很多的那種 那種看法 都覺得別人要傷害他 別人要欺負他 小劇場對不對 對 他的能量 小劇場太多了 他的能量通通放在 面對這些 可能的威脅上面的時候 那他身體怎麼就 生命的活力 就被耗損掉了嘛 是 他就反而沒有辦法 去讓自己 放在 也是一個 Focus問題 就是你的焦點 沒有辦法放在 應該要去面對生活上 如果你今天 老是擔心別人 怎麼樣對付你 你不會把工作做好 不會把自己打扮得更好 然後呢 那你才有可能更好的目標 那我是覺得他們 目標沒有看清楚 是朦朧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說目標是善的 可是對於 巨蟹出來說是 看不清楚目標 那你只要 回頭來講說 你把自己本身的能量 照顧好 你自己能力照顧好 那你還是有成績 你更擔心別人對你傷害嘛 所以人家說巨蟹說 比較容易 纖細敏感 多愁善感 容易就是 一有一個小劇場 就把自己 躲到殼裡面去 其實也是這個能量的影響 沒錯 小儀剛剛講到是 美化的講法 哈哈哈 因為我身邊太多巨蟹座的朋友 我怕我講的就是太直觀 會 你知道沒朋友 哈哈哈 OK 對對對 了解了解 所以就不要太纖細敏感啦 回來當下看清楚一點 然後眼睛帶起來 是是是 哈哈哈 接下來呢 哇這個獅子座 我就覺得有趣 我身邊很多獅子座的朋友 他們看起來都一切都很好 我就是王我OK 但 我有時候都覺得他們有點難相處耶 哈哈哈 是是的確 因為因為我跟妳講 視座的能量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是有一 他們的 他們簡單 我就是 我就是當國王的人 那當國王 那就是我就是當 主人的人 所以他就是要去把握所有的一切 然後來使自己得到最大的目的滿足嘛 是 那所以他可能就會很衝動 甚至於可能就不計一切代價 那就是為了要達到他的那個目的 因此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慾望的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為了 譬如說我不希望在工作的時候 我不希望在工作上面 讓別人看不起我 對 於是我在工作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也不希望我在人際關係上 別人看不起我 所以當別人跟我在那個應酬的 環境當中要拼來拼去的時候呢 我也不會輸給他們 那今天如果在路上 有人跟我比走快 我也不想輸給他們 所以他們一直都在一個 想跟別人比較 我要贏你們 我不要輸給路人的情況下 在路上跟路人走路 看到別人走快 他也想要走快一點嗎 有喔 我跟你講 有一次會覺得說 他可能 因為這個就是心態上 他可能走過去 飄了一眼這個人走那麼慢 對 哎呀我隨便走都贏你 就走走走走 突然間那個人往 加速了 哎你怎麼加速了 那個視座會因為他前面 小看了這個人的觀念 如果他看到這個人 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不會這麼做啦 就是他路上看到一個人 就小看他了 哎呀這個人 應該沒有什麼能力 結果突然間超過他了 然後視座會覺得說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能力 你居然超過我 我怎麼會輸給你呢 他就開始競爭了 你知道這個態度在於 他第一個先小看別人 所造成的影響 他不是說今天看到路上 每一個人在走快跳 跟別人去比賽 不是啦 那你覺得是很棒的一個 賽跑選手了 對對對 他是因為先小看了別人之後 發現別人 他居然不是他想到那樣之後 才會爆發這樣的問題 所以 因為他不斷的想要去達到一種目的 所以他就耗損身體的 那個那個身體的負擔 因為精力的能量啦 身體的那個負荷啦 就會增加 像我們剛剛講的應酬 他在應酬想要拼過別人 那這個 這個行為上面 就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可能 我應酬到半夜才回到家 拼酒也有可能 對不對 就會讓大家說 你什麼你喝兩杯了 我不信輸啊 三杯灌了 HOTADA 這種 對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出去應酬千萬計數 開車不能喝酒 喝酒不能開車 沒錯 這個太重要了 所以其實獅子座的能量 根本問題就是他們好勝心 真的是蠻強的 對所以我們就要講這個事情 有些時候獅子座人在碰到這種狀況 比如說 牙引喝酒不要開車 哎呀沒事啦 我跟你講 這是最糟糕的 呵呵沒事啦 這不由得讓我想到 宋先生啊 啊 少卿有沒有 是吶 他就是獅子座的啊 所以我跟你講 有時候就要講到這個事情 某種程度齁 就這個 大家也要注意 不要去故意刺激獅子座 他可能會跟你拼了你知道嗎 啊我知道了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獅子座的 你就跟他講說 你就是沒有錢買包給我啦 你就是沒有錢買那個限量的包給我啦 然後獅子座就會說 呵 所以說我沒有錢 然後麵包就來了 可以嗎 這招有用嗎 這招蠻有用的耶 這招蠻有用的耶 這招蠻有用的 獅子座不喜歡輸給別人的感覺啊 啊 隔壁老王都買得起 你就是買不起啦 是是是對 OK 原來獅子座有這樣的一個 好使喚的一個面相 哈哈哈 OK好 那處女座呢 處女座好像就是個 讓人家覺得 喔骨毛 機車 喔多耶 那他們到底有什麼樣能量上面的特色呢 嗯 呃 事實上 事實上處女座本身 她在 她在自保的行為蠻明顯的 嗯 那她不像 不像巨蟹座除了自保以外 還有求生存的概念 那處女座懂得 自我儲存能量 平常會做好自我的預備 那所以她有很多自保的行為 但這個自保行為 也有可能在 因為心理偏差 的作用上面 可能會產生自私 或者是自憐 我覺得自己好可憐喔 或覺得自己很 就是覺得說自己 我別人都不為我 幹嘛為別人想 自私也會跑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會在心理上面 跟生理上面 產生尖酸刻薄的狀況 所以我們常常去講說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 假設我們以太陽性的為例 或者是上昇星做為例 就是他們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跟你講話 有些時候會有點尖酸刻薄 某種程度 是因為他自己站在一個 很自聯的角度上面 或者是很刺濕的角度上面 然後去看待這個處境 所以事實上如果這個事情 他一直都沒有消退的話 他就成為 他應該是成為心理上一種病態 病態不是生病的意思 我這種病態是說 類似像生病的一種狀態 他就是有一點自卑而變自傲 或者是更小重心的那種概念 對 類似這種情形 但是並不是說每一個處女座 尖酸刻薄都是如此 有些時候處女座的人 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一個叫做 口香氣滋留的問題 口香氣滋留就是 可能在吸奶嘴的時候 在年幼的時候吃東西 吃的被滿足得非常好 於是他就會有些 他就變成有些話他非說不可 他非要講不可 這種就是口香跟口香氣滋留有點關係 處女座很容易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他們在自己不足夠的時候 會不斷的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這種吸收到足夠狀況之後 他們就會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 比如說他的知識累積比別人多 多 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當他覺得說你們這些人講 亂七八糟 根本都不對 他就會說出一些話出來 說一些話來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群笨蛋 怎麼會這樣做 那有可能是因為口香氣滋留造成的 那但是在處女座來說 這個口香氣滋留是這種行為 可是每一個星座可能 口香氣滋留是不一樣的啦 那但是因為對處女座來說 他們比較多尖章科博的狀況 都是因為他們沒有讓自己 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寬大 因為處女座太容易在意小事小細節 就使自己不夠放在一個大氣的角度 但是如果一旦大氣了 正在高的位置他就沒事了就好了 所以其實因為我們現在講到處女座 因為等一下就是下半段的時候 我們還會繼續講天平一直到雙魚 但是我們這樣總歸下來 王子其實我們這些能量啊 不管是正能量或負能量 他是不是也跟我們一開始講的 十二星座可能就是掌管的那些部位 其實都是有相關聯的啊 有一些關係 因為第一個腸子 譬如說處女座影響是腸道 腸道的目的是在吸收養分 所以那吸收養分的作用 這養分有些吸收的時候 肯定會吸收到不好的東西 因為腸子就負責吸收嘛 那你可能如果你濕進的食物是有毒的 那你吸收當然也是有毒啊 所以有些人這邊處女座人 要記住你所吸收到的東西 所獲取的東西 你有過濾過 如果你沒有過濾過 你碰到的問題就會產生 就會讓你身體本體受到傷害 那像獅子座你說是掌管 像心臟啊這些地方 他們是不是就是衝動 所以心臟會 符合不了 是 所以身體的符合就跟心臟 因為心臟是我們身體 所有的血液循環 養分的輸送跟廢物排除 非常重要的循環 還包含氣體嘛 那所以也變成說心臟 成為一個最中心的一個部位 那所以獅子座就是因為 他覺得我應該是在最中心的部位 那我怎麼可以輸給人家呢 所以他就更加強烈的表現出自己的能量 那這個反而是過度的好損 哇 那巨蟹你上次講的是胃 就是大家可以看4月15號 我們那集節目 巨蟹是不是 你要對人家不信任 然後常常會就是有小劇場幹嘛 然後胃是糜爛神經 它會隨著情緒的變化 所以會不會也是這樣子 巨蟹座的胃這狀況會比較多 會 巨蟹座的胃的傷害都來自於情緒 我們講情緒這個胃 胃的影響 醫學界一直告訴我們 就是胃會受到情緒的強烈影響之外 還有一個癌症也會跟它有關 那因為巨蟹座本身也跟癌症會有直接關聯 那就是因為情緒所造成的一些影響 如果負面情緒你沒有辦法排除掉 一直在一個負面循環裡頭 那你的胃本身就會受到影響 受到傷害 因為你長期性的會造成這個狀況 它的糜爛的狀態 虧爛的狀態可能就變得比較明顯 就會的確是有關係 所以其實是對應到我們 就是4月15號節目 其實真的都有關係 像金牛因為就是比較容易壓力過 所以它的肩膀啊 扁條線啊這種地方 就是容易會有壓力 所以下一段節目 我們只要繼續跟我們聊 接下來的天平到雙魚座 究竟他們有什麼樣子的能量的爆發 然後也會對應到一些他們掌管的地方 真的是超多可以講 我覺得占星生理學可以做3part耶 哈哈哈哈 真的可以做3part 因為真的很受用 好 所以我們進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繼續跟王子 聊一聊占星生理學的part 2 還有哪些能量不一樣的地方 馬上回來 一同Galucky占星生理學part 2 接下來王子跟我們聊一下天平座的能量囉 好 天平座本身因為跟平衡有關 所以當然我們之前談過平衡系統的問題 但是因為天平座有一個問題 其實大家一直沒有注意到的是 他們其實非常的自我中心 那自我中心這個事情 為什麼你想 他怎麼可以自我中心 他不是在跟別人維持和諧狀態嗎 的確 但是他是以自己為中心的角度來看待 如何跟別人或別人如何跟他 所以他的那個自我中心 如果一旦轉換成那個能量 轉換到極度自我中心 就是覺得自己 你們這些人都是都沒有在乎過我啦 我聽你們做那麼多事情 你們都沒有在意過我 他的能量會轉換極度自我中心之後 會產生憂鬱 或者說平常生活當中可能碰到一些事情 也變成憂鬱之後呢 他就會產生自己個體當中 神經系統的損耗 這個事情跟雙子座非常接近 因為風向星座本身 它跟系統的連結有關係 那這種系統包含神經系統的展現以外 還包含內分泌系統當中的一些 其他的系統 比如平衡的系統 比如說對天秤座來說可能還包含淋巴 可能也會有一個系統上的關係 因為他負責平衡身體的健康或壞 這個也會有關係 那所以天秤座就會有 也要留意到跟神經系統損耗有關 因為過度的這個強 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時候 那難免就會 反而更容易產生偏差 這個也會讓人心理上的問題 所以世界為什麼不繞緊我轉呢 天秤座覺得很難過 但是天蠍座不是也是這樣嗎老師 天蠍座就不一定喔 因為天蠍座的狀況比較傾向 有些時候他們在意的事情是 因為天蠍座有一種他們自信的狀態 我很自信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我太了解了 我知道他應該就會這樣 因此他就會反過來 如果過度集中這樣子的自信 就會變成專制 變成專制 那這種專制甚至於某種程度 如果外面的世界影響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管我們做什麼努力 也不可能會改變的時候 也會變成消極 所以天蠍座有很多極端的狀況 我們很努力去改變去改造 那我們可能做的事情 會讓我們變成很專制 但是呢 如果我們平常就比較配合別人 就可能會變成消極 那同樣的也因為 對於過去的時光 或對於過去所經歷過 尤其是緣分 天蠍座很在乎緣分的這個事情 尤其是緣分 他可能會過度思索 或緬懷過去的狀況的時候 那就會造成到了年齡大了以後 這可能是年齡大比較容易出現的問題 是明智固犯 就是我明明知道這樣做會出事情 可是我就是要這麼做 他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甚至於我覺得不可 我明明這個事情不能再做 你也知道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可是你就覺得我要挑戰生命 我要做點不同的東西 反而變成剛愎自用 這個就是天蠍座的人 生命當中的極端性所產生的情況 年輕的時候可能極端的自信 可能到一段年齡之後發現外在的世界 跟我的生活不太一樣 然後造成一些影響 反而變成消極起來 然後到年齡大之後又轉換成 轉換成一種剛愎自用 它是這種階段性概念 哇 那個王子我天蠍座的 我忽然覺得我現在正走在一個 即將要變消極的狀態 覺得沒關係 事事與我無關 人生就順著走就好了 對 我認為走到這個境界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要過度 因為過度的時候就變成說 你把自己丟在一個路邊小石 像小石頭一樣丟在路邊 讓自己覺得不重要 不是不是 你還有你的作用 只是說我可以往後退幾步 但是不至於變成消極 是 就好了 就是天蠍座不要太極端啦 不要極端自信 不要極端消極啦 人生還是很多好玩的事情 是的 說到好玩 射手座是不是最愛玩了 我跟你講射手座 射手座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好奇的人 又愛玩的人 又到處跑的人 他們其實常常不顧危險 就不顧自己碰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講 射手座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好運的數量比較多 因為我們常常講 人生好運大概是一個定量 那你年輕的時候 好運一直用掉 一直用掉 到一個年歲之後 這個好運就沒有 沒得用嘛 那反過來很多事情靠自己 比如說你以前在路上奔跑 在跑的時候 其實你都沒有跌倒 是因為旁邊有一個人扶著你 幫你一下 那你都沒有跌倒 所以你就不覺得說我怎麼會跌倒呢 就到一個年齡之後呢 你反而會跌倒了 那你就變成說 因為你其實平常的時候 你都沒有注意到 你有很多事情啦 你沒有珍惜 別人所給予你的協助 或者你沒有感覺到這些協助 那於是到一個年歲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常常會 受到一些傷害跟意外 就是因為平常你所做的這些事情 本來就會造成意外跟傷害 你自己都沒有評估風險嘛 那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因此呢 就要注意到 射手座本身就容易造成一些意外跟傷害 是因為他們在行動的時候常常不假思索 沒有思考 就行動 那沒有行動過程當中 他你就沒有看到風險存在的狀況 跟存在的機率嘛 那同時呢 也因為火象細菌做的朋友 常常會有一個狀況是 一旦他開始運作就停不下來 那一旦停不下來之後 就會造成神經耗損過度明顯 過度嚴重 那這個神經耗損過度嚴重 然後就會變成讓他一累攤下來 然後甚至於可能年齡大了以後 身體的手腳的使喚的狀況 也變得比較不好 因為神經氣球耗損太大 哦原來 就是射手座還是要保留自己的能量 因為我身邊很多射手座朋友 真的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耶~~ 耶~~ 然後老了之後就 真的太明顯了 嗯 對 ok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很悶騷的摩羯座咧 是 摩羯座的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摩羯座在我們的生理學當中 談到一個東西是跟身體的結晶有關 什麼叫結晶呢 譬如說痛風就是一種結晶 嗯 好 痛風就是一種結晶 那身體 因為摩羯座本身有一個根深地固的概念 所以他們在面對生活當中 很多事情就變成說 我因為根深地固 那有時候有什麼事情 我就把它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如果去這樣做了 他就立一個石碑 所以那個石碑擋在路中間 其實很擋路嘛 就是擋到那個路了嘛 可是他覺得 我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 這就是一個石碑 我們要尊重它這個規則 這個原則如何啊 那所以他生活當中有很多事情 就立下了很多這種規矩啊 很多這種東西 尤其是在身體當中 你身體裡面也會產生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很多摩羯座人到年齡大的時候 會發現說 身體中很多痛風的問題啊 關節的問題啊 那甚至於骨刺啊 就有點像在道路中間長了一個 放了一個石碑的狀況是一樣的嘛 所以因為對生活態度當中很多事情是 他會覺得說 我累積的生活經驗達到這個目標 我好不容易啊 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晶 沒有錯 可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使得身體得到很多限制 那也因為有這些限制 譬如有這些東西擋住路了 那我的河流 我的血液的循環 然後甚至於我水分的運輸 是不是就因為這樣得到受到影響 那這種狀況就會造成很多事情是因為 因為被堵塞被累積 就有些身體的某些部分 沒有得到養分 是 就變成枯竭 變成枯竭 水流不過去了這樣 然後所以可能甚至於 甚至於包含飢渴 因為他們可能會過度壓抑欲望 就突然間可能形成飢渴的情況出現 也會造成這種影響 其實也是蠻極端的 所以真的都要讓水順順流耶 好 說到水瓶勒 這水瓶也是個難捉摸的星座 水瓶勒其實這樣子 他們很多情況下 因為太在乎外在環境的那種 公平、自在、自由 甚至於他們人道主義精神 會很多 而且有些時候 因為他們如果在乎那些 其他人失誤 他就不見得會有自己自我的成就 所以很多水瓶作人都會藉由 不斷的一直讓自己行動 活動、生活或者是工作 來亂掉自己所在乎的那些事情 是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會變成 他有很多的狀況 一直不斷藉由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卻可能產生了更大的焦慮感 因為他們 你說 是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呢 到底不是 只是說他的確看到了很多未來的結果 那因此他們在看到這些未來結果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不安跟焦躁 會覺得說你們為什麼都沒有朝向更好的 未來前進呢 是 因此就會使得自己 面對很多狀況的時候 反而在心理當中 心理的因素 變成過度的敏感 或者是憂慮 憂鬱的情況 就會產生 那這個時候呢 水瓶作人就會 就會沒辦法轉換成一種 積極的去處理事情的態度 嗯 那這個狀況就變得比較容易產生 他後來 也因為身體的關係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躁 跟躁鬱啊 跟這種焦躁有關的一些 情緒上的產線 那講到情緒 最後我們來到雙魚 雙魚不是最容易有情緒問題的嗎 王子 本人雙魚座 哈哈 其實我覺得雙魚的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 本身我們都得了解 雙魚座敏感度很高 是 有時候很在乎不同人的 之間的互動 然後再加上有具有一些 可能我們大家覺得 具有神秘感 可是事實上 所謂的這些敏感啊 或者是 或者這些神秘感 反而會使 或者是想像力啊 會使得 雙魚座本身 在生命的心理狀態當中 會反而會失去平衡 哦 甚至於是情緒反應 失去平衡 那為什麼這樣解釋呢 就是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因為 我們太在乎 就是雙魚座的人 很容易 在很多事情上 有很多的想像的看法 那這個想像其實是 想要跟天堂的意境 意境連結起來 那我們常常講 譬如說魚是兩個眼睛 除了比目魚啦 那魚通常是兩個眼睛嘛 對 所以牠兩個眼睛在兩側 不是在正前方 是 這兩側嘛 所以牠這邊可能看到天堂 這邊可能看到地獄啊 那牠會把這兩個東西 合在一起之後呢 想像成為天堂 所以牠以為自己身處在天堂裡頭 但其他可能根本在地獄裡頭 好所以 所以就變成說 有些時候牠常常經歷這些想降低的關係 使得在自己的生命 生活當中 許多事情都看得太過美好 就發現說生活其實根本就 有時候可能夜深人靜 靜下來思考 發現說生活根本沒有自己想這麼好 於是呢 就反而會在情緒上突然間崩潰 那就造成這個不良的平衡反應 所以就是一個窮窑女主角跟男主角的概念囉 可以這麼說吧 對 那牠可能期望 比如說牠自己明明就是第三男主角 牠覺得自己 突然間覺得自己 像是一個第一男主角的概念一樣 OK啦 想像力使我們變得美好 沒有錯 可是一旦面對現實 牠也可能會崩潰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天堂跟地獄 其實講的就是一個夢想跟現實的問題 我們其實生活在現實 終於說要面對的都是現實問題才對 那結果一直沒有想清楚 就會造成情緒不平衡 所以其實王子今天跟我們聊了 占星生理學的part 2 是在講這個12星座的能量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 就是在每一個星座上 就是太過度的能量 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真的是很多可以聊欸 到時候我們應該占星生理學的part 3 應該又可以聊更多東西囉 時間真的是超有限的 但是其實現在疫情啦 大家都會有一點緊張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王子跟大家聊的這些部位啊 這一些能量 去審視自己的身心靈 是否平衡 這個也很重要 是 謝謝 謝謝王子 感謝信心王子 祝大家 平安健康 掰掰 掰掰 謝謝小姨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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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